2月14,星期一,旁边今天的话呢,走了一个九连鹰的极鹰次养 那么我们昨天在收评的时候呢,昨天星期天也讲到了九连鹰之后 是有很大的概率能够出现极鹰次养的 那么这个极鹰次养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郑重声明,股市有风险,落实续景色 那么在今天视频中所涉及的个股仅作为教学案例 不作为个股特建竞技师盘 如果所提到的个股和大家所跟踪的个股有重合 那么每个人按照自己的仓位做好风险的控制 我们不追涨,不抄底 我们直接从通道性再做旁边分析 首先我们上升指数的话呢,应该很明确讲过 从月下上来说,当前是属于正常的调整 而不是说股大盘走坏了,不是 那么从周线上来说,目前的调整的话呢 上周收盘价是破了上升50点 那么今天第一天就收回来了 从这里看的话呢,也是个好事情 那么从建构上来说,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 凹的回马墙调整 那么这一周是否会调整结束呢 我们从周线上来看的话呢 这里还是有很大概率的 至少有一点,上周它是一个什么 缩量的一个因 那么这个缩量因,我们从量的上看的话呢 还算可以 也就是说,这一波上涨连续四周以来 平均每一周的量能都比这一周的量要大 那么从周线上来说,右风的这一个回调的话呢 仍然是正常合理的 只是说调整的时间有点久 大家都觉得,哎呀,觉得又对A股又没什么信心了 其实我们从路线上看一下 这就是周线上的一个调整 那么从当前的位置上看 仍然是处于什么 我们昨天有话了 第一,左侧的压力位 这个我们不用说 那么我们以整个建构来看的话呢 这里就是那个周线的回马墙 那么我们昨天有说到三点 这里下跌,从哪里找支撑 那么从找支撑点来说的话呢 我们是从这一波的上涨 也就是从这一波上涨去找 看看哪几个关键的位置有参考意义 所以的话呢 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有画了第一 这是第一个完牌建构的 环金柱的环金线 十顶画线 这是第一级环金梯 那么第二级的话呢 是在这里 这是一个跳空的代言线 同时也是一个高样柱 那么以它作为参照 那么这里是第二级的环金梯 那么第三级在哪呢 在这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言线 而且的话呢 这里有零号跳空 我们昨天讲过的 那么这是第三级环金梯 就在这个位置 那么目前第三级环金梯的话呢 是得到了一个回踩 那么今天的话呢 是出现了一个缩量阳 过二一的一个反弹 所以从位置上来说 那么这三个环金梯 仍然是有效的 那么从调整上来说 我们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今天是第九天 那么今天在找盘的话呢 是一个有过阴线的 那么可以今天上午这一段的话呢 可以把它当成阴看 那么今天的话呢 就处于什么 九连阴的次阳 那么速度来看一下 整体上来说的调整 还算是OK 那么我们以高地点 昨天我们也看过 这一波高地点来说 差不多二一位吧 虽然说调的深了一点 但对于整体经过上来说 这个调整也没有太大问题 只是在这一个上涨的话呢 我们除非有政策利好配合 才可能才一口气往上打 否则的话呢还是有点难度 那么我们干什么 我们再画了一个图 来 我们把这个凹可以画在这里 其实是很标准的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画一个小凹 所以浴室之的话呢 在后面的上涨行情中的话呢 都能会有一个类似的震荡整理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走 为什么不会一直先上去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这里有套牢盘 那么这里向上的话呢 必然会有阻力 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方式来看 我们以这一个下跌 作为参考 二分之一位在哪里 就在这 那么这一个反弹到二一位 就是一个很明确的阻力位 所以的话呢 明天即使有冲高 那么到某一个压力位过不去的时候 那么仍然我们要防止它再次回落 好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 大庞的一个整个走势的一个建构 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没有太大问题 那么方式上我们看一眼 那么其实在早上的话呢 我们先把后面的盖住 因为后面走出来什么都清楚 我们把前面盖住 当时大概应该是在这个附近 在这个附近 当时问的话呢 大家是说 是买盘多还是卖盘多 其实从早盘当时来看的话呢 因为早上的这一波 我并没有考虑在内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波 越涨越缩量的一种反弹 那么这个反弹的话呢 并不是增量资金揭露的 增量资金是越买越多 而不是越买越少 所以的话呢 这属于早盘激进的一些交易者 那么早盘如果最高的 那么在这一波回落 破冷血破灵州的时候的话呢 其实就已经是被套了 所以在早盘的话呢 特别星期一 多观察为主 等什么 等十点钟 那么你会发现很神奇的 它就在十点钟的位置 这个低点几乎就在十点钟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呢 其实老同学应该很清楚 十点钟的重要性 特别星期一 新同学一定要注意 那么当时我们看到的量能 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我再把它盖住一次 当时在这里 从下面成就量来说 从这个高点开始 这个高点往下 那么买盘整体上有这一次 有这一次 但这一次的话呢 还没有确认说 这里就可以反转直跌了 这里看不出来 那么后面的话呢 也没有持续 所以整体上来说 这一片还是相对而言 是泡盘多一些 但是从操作上来说 这个位置目前是没有方向的 除非出增量之间往上突破 才可以看得到 好 那么我们跨完线以后的话呢 确确实实 有了一个冲高 但这个冲高的话呢 并没有很明确的增量 全天的话呢 就是走了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整体上就是一个震荡横盘 而是在下午 大概是在两点之后 两点之后 泡压逐步减少 买盘的话呢 也不是很明确 泡压逐步减少 买盘稍微增加了一点 在两点半以后 才稍微有一点增量资金介入 但是从全天来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花一格线来观参考的话呢 其实今天的买盘 还是比较谨慎的 如果真的说 有增量资金阻力 对后期大幅抗涨的话 那么今天下午的买盘 应该是要很明显的增量才可以 所以今天的这种反弹的话呢 我们还是明确一点 它就是个反弹 不是反转 明天冲高再回落 如果走出这样的一个走势 在明天冲高之后 走出一个调整的走势 再突破的话 能不能看多 也勉强 为什么 因为这里还有压力位 其实真正只有什么 只有真正突破这个压力位的时候 才是我们真正加仓做多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现在的话呢 仍然从月线上来说 还是一个区间的小震担 日线上来说 就在于这一个小凹的区间做调整 就在这个过程中 所以仓位上的话呢 还是灵活控制 我建议任何持仓的个股 你把底仓确论好 然后的话呢 灵活的用盘中 有高卖 高卖低买 做替的 去做一些仓位的灵活控制 这样的话呢 能够把风险控制好 如果你能一天说全仓 重仓买进去 第二天一个低开下来 举个例子 今天是一个缩量阳 过二一 按道理 明天高开 高开以后的话呢 应该要快速冲高 好了 那么我们来问一下 如果明天早上是高开的 然后急拉冲高 十点钟不到 快速急拉冲高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么肯定一旦涨不动 就先延长了 这是高开的 那么明天如果是低开 想想再洗盘呢 那么你今天重仓的话 你会很尴尬 很被动 那么明天低开 你是卖还是不卖 所以任何时候的话呢 我们仓位上 要保持一定的机动性 这样会比较合理一些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创业版 399006 创业版呢 还好 我们周五其实当时还担心 为什么 因为周五是一个 放量的一个音 那么今天还好 直接缩量反包 那么整个 前面的这个 凹建峰的位置的话呢 目前来说是没有被跌破 那么在这个位置 能起稳的话呢 还是可以 看高一线的 但这个看高一线 强度有多少的话呢 我们跟市场旁边来 至少今天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 缩量反包 比这一线要强 这一线的话呢 二一没过 那么今天的话呢 很确定性 接近平顶了 所以今天的换 创业版 从个股上来说 今天是一个买点 这是肯定的 那么从商场指数来说 今天也是属于一个买点 如果这是个股的话呢 今天属于回马枪的一个买点 买了以后的话呢 就是做好 工房 先手 二一位 然后的话呢 是手底 手底 那么如果我们画三线的话 以今天收盘 收盘价作为中线 上线 与左侧大英指顶 作为上线 下线的话呢 我们取 二一位 大概在3360点的位置 3360点的位置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构成我们明天的 一个盘前三线 那么明天如果极大冲高 这个位置过不去 那么 就要考虑个股 是否要做减仓的处理 如果说明天下 低开线下 能够齐稳 那么你也考虑 是否可以在 相对低位 分时量不缺了以后 才可以去做一个补仓的情况 然后的话呢 其他冲高 冲高之后的话呢 再把你加仓的 补仓的再踢出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盘中的一些 交易的一些细节 自己要盯自己的个股来 399006穿越版的话呢 刚看过了 就咱是来说应该没有问题 好吧 那么也是一样的 穿越版明天的高点 我们也是看大英实地的位置 如果说这个位置能过去出阳线 那么穿越版的话就会很漂亮 那么就有机会攻哪里 攻这个高点了 那么这个 这条线 我们往下挪一下 好 那么穿越版当时这个位置 这个凹在这 那么洗盘下来 如果再上去的话呢 那么应该能够摸到这个高点 这是穿越版 好 880471银行 银行我们昨天也看了 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达到前期 底部 这一个被量的奥坚锋 那么今天的话呢 是一个零号高开 收了一个缩亮牙 但是力度的话呢 一般 一般 但至少来说 这个下跌的话呢 在这里有一个减缓的一个走势 880472证券 证券今天走的 其实太弱了 太弱了 不过好在什么 好在今天的量能是说的不错的 接近说倍量 只能说在成交量上给他加分 洗盘即将到位了 而且又是一个十字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证券明天是有机会出洋的 那么证券明天出洋的话 那么对于 A股大盘来说 是有正面的引导作用 这样的话呢 明天参政指数还可以继续冲高 继续冲高 那么注意一点啊 明天从技术上来说 证券板块必须要出洋线 那么反之 如果它不出洋线 那么不出洋线 它继续在这里震荡的话 就不会很弱 当然市场的话呢 多空 什么可能性都会有 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好一种风控 以防它快速再破位再下来 毕竟是二月份 所以呢 我们先做一个阳线的预案 明天最好是正确板块 高开缺口不要补 然后的话呢 向上 那么这种反弹的力度就会很好 就会很好 像这里一样也是 这里是调整到极致 在一个末端出现一个 零号高开的一个大阳线 那么这种反弹 大阳线的力度越强 那么后面的它的涨幅的空间会越大 那么你看看这个位置 这里出这种阳线 这种阳线力度很小的 所以说这里也涨不动 那么包括这里也是一样 这个阳线的力度大不大 大 它就会支撑一波大的反弹线 一个反弹 所以的话呢 明天这个位置很关键 很关键 不要再出一个 你看这个位置啊 这里下跌之后 这是一个阳线吧 就和这个阳线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阳线之后呢 又出了一个小实质性的阴 强不强 不强 如果强出大阳线 快速上去 那么这里的话呢 也是属于比较弱的 那么这里上来说 正确管快明天 我们要求它出中到大阳线 那么对盘面就会有正面的引导 好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预定的一个方案 那么它不强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了 8804 3 保险 保险的话呢 暂时还好 今天没打心低 那么也是一个所有量的实质性 因为它是什么 集阴之后的实质性 正常是抗涨的 那么从平衡拐点 实质性的这种角度来说 之前我们有个课讲过的 这种在吃的是抗涨的 好吧 那么再回过头看一下 880 不是看三段指数 那么从三段指数来看 明天银行证券或者保险 下跌的概率偏小 所以明天正常来说 会有一个冲高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就做好 这个冲高走势的一个计划 如果说早盘就急拉冲高的话 那么我们关注量能的持续性 量能一旦减落 那么我们持仓的 当然看个股的话 你个股强就不用动 个股一旦是急拉的话 那么也可以分批减仓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呢 我们为什么不是说 让早上大家十点钟前不买票 因为不同的个股位置不一样 假如你的个股的确有买点 你可不可以买 可以买 但是你不要一口气买个大胖子 买个满仓 买个全仓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 先试探性的买一定的仓位 那么举个例子 你原有十万块的成本 那个底仓 那么你还有二十万的现金 那么你这个时候想加什么 你一口气加二十万 可不可以 肯定不行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先买一个 你现有资金的 百分之十 买个两万 不动它了 好 走落了 不加 可以把原有的十万里面 减一部分仓位出来 那么起稳之后 如果起稳了 你再 从二十万里面再加回去 然后的话呢 走好了 OK 那么还可以再加一点 但是走坏了 走坏了 就不要越跌越抄底 越跌越抄底 这种是错误的一种 加仓方式 加仓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第二笔交易的买点 它符合买点 你才去买 不符合买点 就不能买 好吧 那么这是旁边当前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板块指数 要我回车 从行业指数看 第一 涨幅最大的是酒店餐饮 那么酒店餐饮的话呢 这里没有展宁板 所以的话呢 它不是今天最强的板块 第二个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的话呢 应该是OK的 那么在周末的话呢 昨天应该昨天晚上吧 还是有一些 就是大致上是 就是鼓励 优化内需的一些行业 那么从食品上来说 这个内需是确定性的 所以在食品上来说 这个板块的话呢 是属于中长期跟踪的 包括我们的一个金龙鱼 这个名字确实很好 又有龙又有鱼 对吧 还有金 这个名字确实很好 虽然说没有去研究它的这个风水 但这个字在股市里面 应该都是很好的名字 那么这只恶狗的话呢 我们也说过 基本面的话呢 大概看了一下 还没有详细看 大概的话呢 它是占到接近40%的市场实用油 实用油的一个企业 那么换句话说 它有绝对的一个行业龙头的地位 那么它呢 也是一个吃新果 经济走的确实还可以 今天我们盘中又提了一次 最终收盘的话呢 涨了9.43% 应该是挺好的 那么我们再看第三个板块 是航空 航空军工的话呢 上午是有一些异动的 但是最终的话呢 只有一个暂停板 旅游 今天有一些异动 免税店的那一些的话呢 盘中是有一些急拉的 但是最终 暂停板没有一个 龙临木鱼的话呢 今天也没有暂停板 汽车类今天还可以 那么东风汽车是昨天 我们昨天晚上也讲了 它是有一个利好 所以的话 东风汽车快速拉暂停 那么像江淮汽车也好 这些其实我们之前都有跟踪 管齐集团 因为管齐集团好久没看了 看一眼 好 管齐集团看一下 管齐集团我们当时 是在这个位置选的 那么这个位置 大家觉得这个 属不属于丁海生真的位置 属不属于 属于6打个1 不属于打个2 对 属于的 属于的 这个位置绝对是属于的 所以的话 后面发现它没有 后面就一直怎么调整也好 没有被跌破 没有被跌破过 好 我们再回到板块上 汽车类的 这是今天涨的还不错 大概是有四个暂停板 江淮汽车应该好像是 作业票吧 今天走的还可以 突破了 电气设备的话呢 有一支 两支暂停 因为电气设备里面 是涉及到那个封门的 对于封电和光伏的话呢 整体上来说 是属于清洁能源 国家也是定向 立向在发展的一个板块 那么这个板块行业的话呢 还是因为这个票 票比较多 我们没有具体 具体的去选一些出来 以后吧 以后 因为封电很多票呢 是涨得比较高 不好选 不是没选 在之前的话呢 我安排分析师的话呢 也做过一些分析 但封电很多票的话呢 涨得特别高 没有好的买点 那么可能有一些 再慢慢再继续涨 那么后面看 如果有好的个股的话呢 我们再来拿来做跟踪 家具用品 今天没有特殊的 电气仪表没有 然后呢 医疗保健 今天有两个 月薪健康应该是作业票吧 今天一支版的 这个不好意思 不是不好意思 是不给我们 不够意思 工业机械有两个 暂停 通用机械也有三个 两个三个 哲理上来说 今天整个板块的话呢 还算是相对活跃一些 比较好的 大家注意没有 但凡煤炭 钢铁 特别是石油 涨的时候 旁边都好不到哪去 那么 今天很明显 石油 钢铁 煤炭 是回调的 那这样的话呢 板块资金的敲敲板 那么资金的话呢 就回到了一些 相对活跃的板块 半导体 今天整个板块 涨幅有1.23% 那么今天半导体里面的话呢 像利安威 新节能 石大半导 这些走得都不错 都不错 半导体的 那么对半导体来说 虽然说美国还有一些 对核心技术的一些 垄断或者打压 可能会影响整个产品 这个板块的一些生态链 因为 弹导体它是一个循环的 就是科技 一个设备里面 你说手机也好 手机里面的芯片 涉及到无数多的 什么传感器的 什么听力的 什么图像的等等 包括什么摄像头 模组的等等 那么它是一个体系的 如果说你少了哪个配件 你手机就产不出来 那么你手机上产不出来 那么你其他配件 也会是这样的受影响 所以的话呢 这个板块短期来说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中长期来说 还是没有问题 当然我们优选一些好的 跟踪个股就OK了 照指没有特殊 化工的话呢 这是因为化工 它是属于综合性的 任何行业 任何行业的产品 它都需要化工的原材料 所以化工是一个中性的板块 房地厂今天还好 有两个 那么有同学 好像也有暂停板的技能之业 水物 其他的话呢 就没有特殊的 没有特殊的 我们再看一下暂停板数 从暂停板数来看的话呢 今天盘面虽然好 但是发现没有 暂停板数都比较均衡 四个三个两个 没有说集中突出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 概念板块 ST板块 不看啊 那么从暂停板数最多的是哪一个 锂电池 锂电池 其实还是跟新能源车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锂电的话呢 它不单单用于新能源车 它还用于 电力电能的存储 所以的话呢 锂电池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板块 那么第三个 光伏 所以的话呢 像锂电池光伏 今天也是个叠加 也是个叠加 当然锂电池的话呢 刚刚说了 它有多个板块的共同效应 所以今天 从热点概念来说 光伏锂电应该走得比较好 比较好 第四个是芯片 芯片的话呢 就半导体 科技类的 今天应该也不错 有七个暂停板 赤心骨的话呢 因为它盘子小 有概念的叠加 那么也是比较活跃的 风能 也有六个 所以风能 光伏 锂电 这三个可以今天是打包在一起 属于一个板块的一个概念 其他的话呢 就没有特殊性的了 那么像新能源车 今天暂停板有 其他的话呢 就没有特殊性的了 那么像新能源车 今天暂停板有 三个 你看四大半导也放到新能源车里面了 因为它有半导体嘛 所以整体上来说 今天还是以 从概念板块看的话呢 是以光伏锂电 风能 为核心的一个暂停板 体重度比较高的一个板块 那么我们再把上周 不是这一周的作业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周作业 那么盘中的话呢 我把两个票又加了进来 一个是金龙鱼 一个是熊猫卢品 好 我们先看上面的个股 通达电器 通达电器的话呢 这是我们之前有 分析过的一支个股 那么它呢 是一支支心股 有很明确的 建仓 洗盘 回洗的过程 那么它呢 稍稍的有破底 破底的话呢 这个破底走的不远 因为主力的建仓成本 全部在这个附近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当成什么 当成困隆第三类的一个 交易模式来做 所以的话呢 这个板出来以后 等它干嘛 等它回调 做这个区间 做一个低吸就OK了 所以说这个板的话呢 大概率也是不会跌破的 那么这个板也很巧 也是一个备量暂停 那么可以说 这个暂停板的话呢 是处于海底的一个 定海神针 比如说这个位置的话呢 大概率是很难跌破的 很难跌破的 那么这种个股的话呢 可以以这个区间做观察 今天的话呢 是一个缩量阳胜 小级别来说 它是一个买点 那么这种票 不是说买了以后 就天天暴拉 不是 因为它要面临 左侧的这些压力 这些压力是肯定要面临的 这个平台 也会面临这些压力 所以的话呢 这种个股后面 也是属于震荡 战行的一种走势 瑞欣威 瑞欣威的话呢 是属于半导体的 那么从我们之前有 应该有分析过 跟中国话 那么它也是有一些机构揭露的 比较好的一点什么呢 比较好的是 这几次的回调 我们会发现 那这一次回调 这一次回调 这一次回调 三次回调之后的量能 非常明显的 说下来了 每一次回调末端的时候呢 都是相对的所调 而且是洗盘到哪了 洗盘到前期 最低点的那个平台 最低的那个平台的位置了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有比较好的支撑 为什么 因为这个平台是有明显的 减仓的行为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是有好的支撑 那么近期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比如说 来 这个位置画一个凹 对吧 那么这个凹的逻辑 就很清晰就出来了 有些人会说 老师 你说这个凹 这个线是放在这里 还是放在这里 还是放在哪里 其实不重要 它走到哪 你画到哪就可以了 大体上 你只需要知道的一个 这里是有压力 那么到这个位置上不去 是合情合理的 由于右风的量能够不够大 不够大 毫无疑问 这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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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小的 相对而言 那么 弄一个假动作 就是很标准的一个手法了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早几年 给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些思路 所以在这个位置 达到凹底附近 出现了一个直接反弹 那么这里 再调整一下 上的概率 就要大很多 大很多 这是我们昨天选 今天也是一个小阳线 整体上来说 今天是放量 临近压力位 当然明天肯定不是买点了 因为再往上的话呢 又会面临一些压力 那么对于这种个股的话呢 就是调整调整之后 再等一个新的阳线出来之后呢 再去跟踪就好 不同的个股 不同的策略 但如果说你看懂了这个凹 看懂了这一个右风没有量 那么对于这种假跌回来 达到凹底的 那么这种位置的 绝对的是可以看懂 一个买点的 好吧 所以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画凹 画凹 不是让你去画这个凹 而是让你去从凹口时尊视频中 去理解 当你心股 当你当心同学 持仓到这里的时候 就要主动考虑分批减仓 否则你下来之后 你还会说 老师为什么他展厅码还下来了 这就是这个逻辑的所在 而为什么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假动作 就是因为这边的洗盘量能是不够的 所以的话呢 既然他没有量 表明他不愿意向上花钱去洗 那么不向上洗就知道吗 洗盘永远是上下横三种 那么最好的洗盘是哪一种 向下洗 不用花钱 好 又可以接便宜的筹码 好 那么 还有五份 那么我们是按 凹底 然后的话呢 这里也是一个短线的低海纯针 那么对于这个区间来说 我们分析过 这是第一个倍量展停板 那么这是一个高开低走 缩量的大银线 这是第二个展停板 那么毫无疑问 这个位置 大概率是不会破的 那么确确实实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打阴线低吸的话 上五个点很容易出来了 上五个点很容易出来的 那么这次个股的话呢 目前来说走势正常 走势正常 两个倍量展停板 都没有背低破 而且这个位置也没有破 所以呢 做这个位置 做一个反手就OK了 没什么太大问题 新节能 这次个股的话呢 从基本面来说 这是之前分析过 它的话呢 是给富士康 中兴通讯 宁德时代等公司供货 并与华宏 红利 长电科技 有深度合作 也说它呢 从技术 从产品 从市场来说 OK 是一个优质个股 那么我们之前 应该是在这个附近 是有选过跟踪的 那么今天的话呢 再次创新高 虽然说 200多块钱 贵不贵呢 你说茅台贵不贵 茅台也贵啊 但我们从量能 主力示威上来说 这个位置有主力出货吗 这里有主力出货吗 没有 没有就拿着就好了 这些个股 其实就按技术分析 去做就可以了 没有太多 可以去 需要去着想 又想担心的 很简单 你划线 这是一个展示板 R1位 应该是没有破的 对吧 好 那么再往前画 这是缺口 补了没有 缺口没补了 再画一个什么 再画一个阴顶 这个阴顶 在这儿 可以说这里有几个风吧 我们再画这里也行 线可以多画 你画到你喜欢 画到你满意为止 那么在昨天的羊 平亮羊 平亮羊过风 好不好 肯定好嘛 对吧 抛压不重嘛 如果昨天是一个放天亮的羊 不好意思 赶紧 有多少 有多远跑多远 所以的话呢 这次个股没有什么问题 开创国际 开创国际的话呢 这个是达低西比较好 达低西比较好 我看一下 龙岭目鱼 说图看位置 这次个股呢 整体上来说 它的位置的时候还好 是偏低 一时二时 二时左右 没有 并没有大涨过 现在的话呢 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 量 历史天量 在这里打出来了 那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下面的获利盘 上面的套牢盘 有筹码交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这次个股 调整完以后的话呢 是有机会向上的 那么短线上来说 展临满一个 高开出枪回落的 不错 那么调整这个位置 展临满没有被跌破 昨天再来一个满 洗洗 今天呢 是低开的 说明呢 有一些抛牙 那么洗洗 如果再往下打的话呢 是比较好的一个 类似于用阴线 做低吸的一个策略 个股没有问题 可以继续跟踪 至少来说 这些压力位不是问题 接近消化过了 量也出来了 所以呢 像这种个股呢 就属于如果有回调 用阴线低吸 如果没有回调 今天有磁仓的 那么你守好 就OK了 大唐电信呢 注意啊 大唐电信 我们在课程中 有拿它做案例 来注意 当时我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 说图看一下啊 当时提的一个问题 是这样子的 请问画面上 哪两个柱子最重要 当然同学巴拉巴拉 有说了一堆 但是最重要的是哪两个呢 这一个背量斩停板 还有这一个背量斩停板 但这两个背量斩停板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二个 那么对于这一个来说 毫无疑问 对于这里的回调 这个位置 是按短线 还是按中线 或者长线 短线的打一 中长线的打二 在这个位置 来 按短线跟中的打一 按中长线跟中的打二 肯定是短线嘛 你在这个位置怎么看中长线 因为这里下跌的空间是OK的 但是短线 只有一个反弹 中长线 还要考虑它的建仓的情况 你才可以考虑它做中长线 好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来 速度 这一个 这个背量斩停板 这个背量斩停板 毫无疑问 不用问了 下跌这么长时间 已经有过足够的建仓 那么在这种位置 出现以后 一定是按一个中长线 中线 或者是一个趋势波段来跟踪 所以性质是不一样的 好吧 所以呢 现在的这一个 这个展平板 它是属于短线的一个策略 那么先按短期来做 对吧 那么这种短期回调可以买 冲高就可以走了 毫无疑问 左侧这个平台 你不要说看不见 好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不同的理解 用普通的方式理解 斩停板 位置的一个重要性 欲信健康今天是一只板 不给机会 说多看位置 其实说多看位置的话 就很明白了 这个位置 20%的区间内 健常非常好 那么在这个位置 敢打一个爆量的展平板 也是倍量的 阻力的态度很坚决 资金也准备好了 今天一只板 确实也证明选择是对的 通风电子 通风电子的话呢 这次个股呢 是属于 下跌之后 重新有吸筹建仓的行为 但是左侧压力位在这 那么这里的话呢 是打过一次的 所以这次个股当前的话呢 是按什么 按洗盘回马腔跟踪观察 洗盘回马腔跟踪观察 这里指跌起稳之后的话呢 还是会有机会向上的 那么从细节上看的话呢 要注意几点 今天的话呢 是一个高开之后 有回踩 那么还是一个缩量扬胜 整体上来说OK 而且这个下跌还是不错的 一二三连续三天下跌 跳空 这三天下跌 跳空 好不好 好的打一 不好的打二 好 那么这个好是什么好呢 这个好 也就是说 这三天是没有太多套牢盘的 毫无疑问 这种阴线 你们都不会去买 那么相对于而言 谁会去买 至少散户比较少 那么市场的抛压就会少 那么这种反弹的空间的话呢 就容易出现一个小反弹 当然到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看这个板 这个板有没有亮 这个板没亮 这个板没亮 所以的话呢 它有能够上冲 能冲多少我不知道 跟着牌面来就OK了 但整体上 单程回马相局OK 看就可以了 前面整个建构还算是OK 还是没有太多问题 军药健康呢 这是吃心股的一支个股 那么毫无疑问 这个平台是被打过的 那么这一个被量暂停板 之后是出枪洗盘调整 那么二分之一位 是没有被跌破的 今天应该走得还是不错 直接暂停板了 这是比较标准的一个 比较标准的一个 回马相洗盘结束之后的暂停板 宝泰龙 说图看一下 宝泰龙的话呢 这种个股 这种个股的话呢 就不是按短线来做 按中长线跟踪 至少来说 明确的 那么这里是10% 到这里是10% 那么这些量的话呢 是什么 是边拉升边去买的 也说它的建仓的成本 区间的话呢 会在这个附近 在这个附近 那么这个下跌有没有量 没有量 那么再次上来的时候 打过了 应该是打过了 接近 接近 爆量了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一边的套楼盘 该消化的也差不多 那么现在是随便 什么回息过程中 那么对于这种个股来说 要做的 第一 你用近期的异动去观察 这个打铃板 有没有量 没有量 所以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它后面一定会洗盘 这就是一个洗盘的 给你的明确的一个信号 那么后面的回调的话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找低吸 等低吸的机会 如果不好等低吸的 那么你什么也不用等 等什么 等它什么时候突破这个位置 你再去做也没有问题 但至少来说 这个掌精板 和从这个位置来说 整体区间来说 从这里来说 已经到了前面建仓的 中线位了 看不懂 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不是说随便的去抄底 只是说你仓位上 要注意好就可以了 天津磁卡 天津磁卡的话呢 也是一个 没有太多上涨 就没怎么涨过的 没怎么涨过的 一只个股 这个个股 这个板块一半 天津板块中和工业大麻 电子支付芯片 板块上欠佳 近期是有量能力移动的 短线来说 打低息没有问题 短线来说 打低息没有问题 因为它最近的话呢 是才开始洗盘 它可以说是第一次上工 第一次上工 它还面临一些抛压不确定 所以的话呢 这种个股的话呢 就会在这个位置做一些震荡 之后才有可能上来 好吧 这只个股一般可以把它去掉 如果做短线低息的 那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今天分时看一下 今天 当然一般的不敢买 一般的不敢买 再往下看一下 江淮汽车今天是冲高了 冲高突破 但今天这种量的话呢 不太好 其实持仓的 对这种个股的位置来说 今天是报了一个天量 419天的最高量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尴尬了一些 有持仓的可以走 风板不牢 对吧 有一次下午拉的 签加 全境科技今天是暂停 速度换卫的支枪 应该是分析过的 分析过 属于什么 属于 整体上来说 它是什么 整体是缩量 整体是上涨的 一个大的趋势 那么这里的话呢 是一个建仓的一个平台 那么 这里的话呢 可以看成是一个洗盘 特别明显的是 这一个回调 可以看一下 是假跌 这个大阳线 没有破 也没有破 这是倍量 可以说这一线的话呢 也是类似的一个倍量展厅 它炸板而已 但量大不大呢 还好 不是那么大 这种个股的话呢 也是水打底细的 今天展厅 综合通信 这是水底部 有阻力开始建仓的个股 这种个股的话呢 等后面 等后面调整之后 再找机会买 短线上没有好多买点 澳元美股 这个是今天已经暂停了 说多看位置 整体上来说 这样看高不高 挺高的 你这样看的话呢 好像也不高 是吧 好 那么我们从这里开始看 行吧 从这里开始看 至少来说 这一 这一代应该能看明白了 20%左右 量能也不错 对不对 量能也不错 最后一次洗盘 没有量了 那么这一波上来的话 毫无疑问 就是一个 当然这个量到稍微有点 大了一点点 洗盘 但是洗到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还能够看得出来 它这里 有一个out的建构 然后的话呢 洗出了王牌建构 洗出了零号 其实最好是什么 最好是这一个枪 那么这个枪 是一个不错的枪 打过了 基本上打过前高 附近了 都打过了 好 可能这个票 没有好的买点 对吧 好 朝阳科技 这是赤心股 这个构股的话呢 得先跟踪一下 我们这种构股的话呢 一般来说 可以观察它 属于建仓过程中 还没有确论 结束 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它打到了前低的一个位置 那么在这个区间的话呢 就可以去观察 它这里 会有一个试堂的行为 那么很多时候的话呢 容易出现一些试堂 然后呢 在调整之后 再向上的一个走势 好 那么今天的话呢 是一个双扬胜 小级别的买点 拒绝为先 今天没涨 今天没涨 德尔未来 看一下 好 德尔未来 德尔未来家居用品 这个看一下啊 这个个我应该选得不太好 选得不太好 这个像是一个专股 不太好 看一下分时 不太好 这个票不要了 这个票不要了 这种票呢 就是说 也是打低期的 因为选这个票的话呢 主要也是看几点 第一 位置上没有怎么涨过 对吧 那么整体上来说 区间也没问题 对于专股来说 很多现在很多这种专股 那么也到怎么建仓的末中后期 从量量上来说 还是比较明确 这一片已经洗不出量来了 那么这个展厘版的出现 其实就是用我们定海神圣的策略去看 这个版的出现 就抑郁着近期的洗盘 接近尾声 接近尾声 所以的话呢 这种回调之后呢 打阴性DC 然后呢 慢慢跟踪就可以了 但是当时它是一个专股 所以的话呢 可能时间会比较久 不喜欢的就可以不用跟踪 复兴医药 因为近期疫苗方面的话呢 复兴医药呢 是选的是一个疫苗概念 因为它跟辉瑞那边有一些合作 也有参与 所以的话呢 试看疫苗 近期会有一些一动没有 但今天的话呢 没什么市场表现 盛星理能 这是理电的一支个股 整体上来说 趋势在 位置上尴尬了一些 像这种个股的话呢 如果有机会突破的话 那么可以看高一线 但在没有突破之前 注意啊 这一个音量有点大的 这个音量没有站上之前 这个位置先不要轻易开场 如果你开场也好 只能是做一个小低息 唐竹峰时主的去 做一些小产品的买点 还不能中仓去做 没有突破 等突破再说 金融鱼是今天加进来的 再继续跟踪 我们在这里应该是 跟踪过一次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其实我们画一条线很明确了 这个大阳线 零号跳空 元帅 这是一个玩牌建构 这个环境线没有被跌破过 今天的话呢 算是缩量突破了 今天是量是缩的 价是突破的 整体上来说 个股健康安全 所以说这个名字确实不错 股市我们要的就是金 又是龙 又是鱼 对吧 其实不错的 这是个股的话呢 建议大家可以先跟踪一段时间 看看市场的表现如何 熊猫卤品的话呢 它是卤品 卤制品的一家企业 这个基本面我倒没具体看 但是从警察上来说还可以 它是属于吃心骨 吃心骨 那么这里打了个倍量 之后做出了一个调整洗盘 连续十天数量调整 二一位的话呢 破 但是今天快速收回来 整体上应该没有它的问题 可以 这一个枪的话呢 也打过了左侧 所以的话呢 有机会再冲一冲 有机会再冲一冲 可以先跟踪 好吧 可以先跟踪 那么最好的话呢 这里是一个零号跳空 如果说这里出个小枪 实质性也好 再调整两天 然后的话呢 这里有大概有向上的机会 好吧 那么这就是个股分析的一个情况 那么其他的话呢 我们明天盘中在动态的跟踪 那么对于展停板的个股的话呢 用时间关系 大家自己去选择 比如说你每一天 要求所有学员每一天 把展停板的个股 自己加 新建板块 1214 展停 自己加进去 自己去跟踪 那么一定会有很多 有机会跟踪的个股 我们可以随便翻几次 随便翻的 运能控股 那么这个展停板 量能没有 没有 明天肯定放量 肯定放量 到前高过不去 那么这种票 你就可以等什么 等出枪后的回调 东风汽车是 题材概念 短线拉的 这个没有好的机会 西藏城投 今天量能一般 也是等枪回调 对吧 福耀玻璃 今天量不错 像这种个股的话呢 后面有机会 也是等回调 因为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风就可以了 所以的话呢 你不要担心它一口去飞 真正飞了就飞了 等回调 今天这个量大不大 今天这个量很大的 所以呢 明天大概率 它会打低开的 大概不打低开 就是苗板 封石看一眼 今天走的还是不错 没有低开 那么就等出枪之后再做 尽量不要去追 好吧 那么这种板也不错 这种板的位置 对吧 就是奥迪的位置 那么明天冲高出个枪 回调一下 等两三天 再跟踪 好吧 那么大家自己翻一下 好吧 那我还有一些事情安排 那么我们明天盘中 再交流 课程的话呢 视频 大家都反复去看 好吧 好 那么今天的收听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这里再说一下 那个国药 国药的话呢 国药股份 这是非技术性的 一支板跌停 那么这个跌停板的话呢 应该不用太来担心 因为今天 有16亿的压单在这 不用担心 这种情况下 最好就是谁也别走 一支板下来 然后的话呢 等松板之后 找机会 再抓第二次反弹 然后呢 走人 最好这个位置 不要松板 这里不要松板 明天下来 当然松一松 更好 不松也行 不松板 表明大的资金压着 谁也别走 谁也别走 然后呢 下来之后呢 再重新 一定会有人敲板的 重新再来做 这种个股的话呢 属于 它不属于公司利空 是属于 它说我们公司 没有参与疫苗的研发 和等等等等 它只是有参与 冷链运输方面的一些行为 好吧 也不用太大担心 但至少来说 我们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你再怎么说 你成本也不应该去追涨吧 我们说了好多天了 对不对 如果你要追涨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好 那么像这种的话呢 非技术性的一字板 那么我们就等市场的一个情况再说 好吧 因为我也有在里面 当然我的成本没那么高 因为我们当时在下面嘛 包括有坐梯 坐梯成本的话呢 没那么高 成本的话呢 应该在这个附近 在这个附近 可能明天一字板电行的话呢 我可能就平本差不多了 好 那么平定旁中我们再来看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收听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先试试一下